1983年8月7号,那一年林青霞29岁,这一天早上,刚吃完早饭,林青霞准备带着父母出去转一转,正准备说呢,妈妈接近来一个电话,只见,妈妈不停地点头,说着好好好之类的话,语气欢喜但又在强压着感情,挂下电话之后,妈妈经不住还痛哭起来。 林青霞担心起来,向妈妈询问道,经过妈妈一上午的诉说,林青霞才明白事情的原委,原来,林青霞还有一个亲生姐姐,从小被寄养在叔叔家里,最近几天才获得联系,刚才的那通电话就是姐姐打来的。 面对着这个消息,林青霞显得有些手足无措,不过在茫然之后,还是非常开心的。 不过为什么,林青霞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姐呢?是爸爸妈妈故意遗弃的,还是另有隐情呢?这还得从妈妈年轻时说起。 林青霞妈妈年轻时是一名护士,在工作中与医院中的一名医生相识,这个医生就是后来的林青霞的父亲。 两人一见钟情,顺利地结婚生子,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林青霞的姐姐。 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因素,两人在生下孩子后,准备去台湾省发展,但是领着不足一岁的小婴儿去奔波,总归是不太方便,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。 就这样,两人决定,将孩子放在老家,先由奶奶照看,等到他们俩在台湾立足脚跟,就将孩子接过去。 谁能想到,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的离别。 来到台湾省的小两口,并没有想象中发展顺利,他们先后开了医馆、餐厅,甚至还创办起服装厂,但凡想平平,并没有积累下多少财力。 后来,好不容易在台湾买了房子,有了稳定的工作,但是却回不去内地,就这样,他们三口之家被硬生生地拆开了。 而在远在大陆的姐姐,林立,日子过得也并不如意。 在她三岁那年,奶奶就去世了,成了孤儿,无奈之下,叔叔只能将她收养。 在林立懂事时,叔叔就将她的身世告诉了她,小小的林立那时候就在心里默默地想,长大一定要找回自己的爸爸妈妈,也要好好地报答叔叔婶婶,寄人篱下的感觉是不好的,更何况是五十年代的中国。 那时候经济发展还没起来,很多人吃一顿饿一顿,林立的生活并不好过。 虽然叔叔婶婶很疼她,但是林立很懂事,为了家里的其他孩子,她每次只吃一点点。 小丽啊,你不用这么节省,该吃吃,别饿着自己。 叔叔看着林立中午只喝了几口稀饭,心疼地说, 叔,我没节省,我减肥,我吃饱了。 林立扬起笑脸朝叔叔说道,那个年代,都没有饭吃,还谈何减肥呢? 林立叔叔心里清楚,不忍戳穿懂事的林立。 除此之外,林立还会利用空闲时间,去为工厂打打零工,补贴家用。 当然,她也清楚地知道,只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,所以在打工的间隙她也没有忘记读书学习。 就这样,林立慢慢长大了,在亲戚的介绍下,嫁给了一个叫钱申勇的男子。 婚后的生活虽不那么富裕,但也是恩爱和睦的。 但是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,钱申勇因一些事情被剧团解雇,失去了工作,也失去了生活来源。 这时候,林立一个人支撑起了这个家,她白天去小学教书,晚上去工厂打零件,人像个陀螺一样一直转。 看着妻子为生活所累,钱申勇很心痛,总是劝解她,小丽,要不把夜班辞了吧,我打电灵活也可以补贴家用的。 你去打灵活,恐怕没人敢要你,你就在家学习创作就好,其他的事情,交给我就好了。 林立看着丈夫愧疚的面容,轻轻地安慰着她。 生活虽苦,但两人心意相通,倒也没有被柴米油盐与鸡毛蒜皮所压垮。 后来,钱申勇喜倾冤屈,又重新回到了剧团工作。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,俩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直到这天,叔叔突然给林立打了电话,说看到电视中的大明星眼熟,再看林青霞的名字与归属地,像是她的妹妹,也是这样。 机缘巧合之下,林立才与亲生父母联系上。 就这样,几人恢复了联系,但并未马上见面,而是一直保持书信来往。 百忙之中,林青霞也总是按时给姐姐写信,关心着姐姐的日常生活。 她还在信中,问起了姐姐孩子的生日,并仔细记下,在小侄子过生日时,准备好自己的礼物与红包。 林立知道自己还有个妹妹时,也是又惊又喜,不断地给妹妹写信,诉说着自己的思念与崇拜,毕竟自己的妹妹可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呢。 直到1990年,36岁的林青霞在吉林长春才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姐林立相认,看着机场走出来的年轻女孩和两个白发苍苍老人。 林立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家人,扩别了三十余年的家人,她情不自禁,落下了思念的眼泪。 看着自己的大女儿,林青霞妈妈也是老泪纵横,遥想当年,自己将她交给婆婆时,她还是个强宝中的婴儿,还会看着自己咯吱咯吱地笑。 那时候的她哪里知道,这一别竟是半辈子呢。 此时的林立赶紧招呼着自己的孩子,说,乖男,看,这是你的姥姥姥爷,还有小姨,快叫人。 林青霞看着自己的姐姐和小外甥,也是欣喜不已,血缘的联系让他们天生有一种亲切感。 姐,这些年你受苦了。 林青霞强忍泪水,抱着姐姐说道,林立带着父母与妹妹回到了自己的家,热情地招待着他们。 此时的两位老人,看着自己女儿女婿住的几十平的破旧的小房子,忍不住哭出声来。 孩子,你这么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啊? 妈妈痛苦地说道,这是她十月怀胎生的孩子啊,这么些年她自己是怎么过来的? 她不敢想,心痛不已。 紧接着,林青霞爸爸说道,孩子,你和我们一起回台湾吧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 虽然林立也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,但是她还是坚定地拒绝了爸爸妈妈的提议,说道,爸妈,我在这边已经有了我自己的家,我不会去那边的。 何况,叔叔婶婶也在这边,他们把我养大,我不能弃之不顾。 听着自己大女儿的话,两位老人心中不是滋味,那明明是自己的女儿啊,却不肯和他们一起生活。 不过,他们也知道,万事不可抢求,现在能顺利相认,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。 走的时候,林青霞给了林立一张20万存款的银行卡,但林立还是拒绝了,她觉得自己当老师和晚上抽空去拧螺丝挣的钱完全够家里开支。 这天,林青霞的妈妈,麻兰因照常给二女儿打去电话,照常听到的是几声嘟嘟的声音。 她失望地挂断电话,独自坐在沙发中,丈夫的离世,女儿的忙碌对这个老人来说有些残忍。 看着楼下花园在嬉戏玩啥的小朋友,麻兰因的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色。 她像是下定决心一般,拨通了大女儿的电话,却又迅速挂断。 她自嘲地笑了笑,心里暗暗想到,我又有什么资格呢? 我又没有养过她,凭什么能和她一起生活呢? 孤独,寂寞,想念吴不再侵袭着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。 她想打开电视解闷,电视却显示无信号。 她呆呆地站在窗前,就这么呆呆地站着,就是她一天的生活。 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站着,她多么希望能看到女儿驶进来的汽车,然而什么都没有。 她渐渐不再期盼着女儿回来,她开始想,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,要不就结束吧。 麻兰因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,但转念又想,还能有什么更坏的打算呢? 这天,她终于被情绪折磨疯了,从窗口一跃而下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当晚,林青霞妈妈跳楼的字样便出现在了报纸上,大家众说纷纭,有人惋惜,有人不解,有人调侃道,有这么有钱的女儿,死了干啥? 要是我,我可舍不得,不管大众态度如何,这边的林青霞却陷入了巨大的愧疚与悲伤中。 母亲的离世太突然了,没有任何预兆,这让她难以接受,甚至怀疑有人故意杀害了自己的母亲。 但是警察的检验结果证实了麻兰英确实是轻生的,面对着生活的压力,事业的压力,母亲的离世,林青霞终于扛不住了,她患上了抑郁症,与她的母亲一样。 不过好在,林青霞的姐姐敏锐地发现了妹妹的不对,及时带她去做了心理疏导。 在家人的陪伴下,林青霞慢慢走了出来,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与交往。 但从这些事情中,她也明白了,陪伴与家庭的重要性。 在一次采访中,她说道,如果给我一次机会,我肯定会好好地陪伴我的家人,但是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,我只能珍惜现在,珍惜我现在的家庭,好好陪伴他们。 是啊,很多子女都为了生活奔波劳累,认为挣很多很多钱就可以让父母过上好的生活。 其实相对于陪伴来说,那些钱真的不重要,陪伴才是治愈父母,维系家庭的良药。 希望我们在前行的时候,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母,自己的爱人,自己的孩子,不要让悲剧再度重演。 暮的 暮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